两米高的巨人躲到柜子里 死死盯着前方 吓得瑟瑟发抖 一只大手慢慢袭来 离他只有一米 男人拔出匕首把他逼退 然后唧里呱啦说了一通 表示拒不投降 而对面只是个小男孩 他再次伸出手指 却被匕首划伤 小帅说别害怕 我没有恶意 可大壮不停地挥动手臂 认为小帅是恶魔 这时老爸走了进来 他赶紧关上柜子 可再次打开时 彻底傻眼了 柜子里只有一个玩偶 大壮却不见了 小帅非常失望 默默地关上柜子 睡梦中 他被敲门的声音吵醒 急忙打开柜子一看 大壮又复活了 经过驴唇不对麻醉的交流后 大壮是印第安人 出生于1666.5年 这时他终于放下戒备 收起匕首 小帅打开电灯 他感觉非常神奇 随后小帅伸出左手 大壮一步步向前走去 双脚一用力 跳到手掌上 他是如此渺小 就跟孙悟空面对如来佛祖一样 然后把大壮放到桌子上 小帅拿来一个帐篷 让大壮在里面睡觉 可他根本没见过这玩意儿 用小手摸了两下 又框框踢了两脚 觉得非常硬 在里面睡觉 肯定会割屁股 小帅把帐篷放到柜子里 关上门再打开一看 塑料帐篷就变成 柔软的蒙古包 虽然他还是不满意 也只能将就睡一晚上 小帅又有了新的想法 把柜子放到地板上 然后拉过玩具箱 打开柜子 把喜欢的玩具都拿了出来 放到柜子中 他非常兴奋 想看看他们复活后会怎样 随后关上了柜子 这是一个神奇的柜子 里面的玩具竟然打了起来 这可把小帅吓坏了 闪电侠大战霸王龙 钢铁侠对战美国大兵 柜子不停地摇晃 突然他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将目标对准小帅 吓得他急忙关上柜子 把玩具都拿了出来 然后藏到床底下 把门打开一条缝隙 睁着眼睛睡了一觉 第二天 大壮吵着要见左大别野 小帅把他装到盒子里 来到院子中 把盒子放到台阶上 紧接着拿起一个托盘 把木头放到里面 突然听到大壮在呼救 原来他遭到母鸽子的袭击 小帅把盒子放到托盘上 急忙向屋里走去 将桌子拉开 把托盘放到地上 大壮一拳一拐地走了出来 原来他的腿受伤了 小帅找了个医疗兵 放到柜子里 他缓缓转过身来 却吓了一跳 小帅二话不说 直接把他捧到手心里 然后扔到托盘上 他非常敬业 认真的给大壮包扎起来 小帅还拿个放大镜 进行偷窥 包扎好后 医疗兵又回到柜子里 并且自觉地转过头去 大壮想见别野 小帅又找来绳子和铁钉 又把奥特曼放到柜子里 他还在蒙圈时 斧头就被抢走了 活了不到三秒 就又变成了玩具 还被随手扔掉 大壮看到这么大的斧头 非常满意 哼着小曲 开始建造大别野 小帅用牵手观音 换了个弓箭战士 等他回来时 房子已经建好了 这扳砖水平 一天最少挣200 随后拿出弓箭战士 把他放到柜子里 随后再打开 拿走他的弓箭 老人吓得瑟瑟发抖 捂住心脏 不停地颤抖 慢慢摔到地上 没了呼吸 第二天同学来家里玩 他打开柜子 一匹战马跑了出来 一匹受惊的战马 在桌子上跑了三圈 就是停不下来 小帅满脸惊愕 战马一个盘旋后 来到桌子边缘 随后紧急刹车 牛仔就飞到空中 幸好被小帅接住了 然后放到床上 他突然哭了起来 因为所有东西都那么大 他爬到床边 看到了大壮 然后掏出左轮手枪 却被小帅提了起来 放到抽屉里 第二天小帅被吵醒 抬头一看 牛仔躲到鞋后面 跟大壮打了起来 他俩势均力敌 谁也奈何不了谁 忽然牛仔的战马跑了 他急忙去追 大壮趁机射掉他的帽子 小帅见状 赶紧过来劝架 最后他们兵事前嫌 晚上他们看电视时 里面正在播放 印第安人被西部牛仔追杀 大壮看到同胞惨死的画面 非常愤怒 他弯弓搭建 想去解救同胞 而牛仔非常兴奋 不停地大声吼叫 甚至开了一枪 大壮回头就给了他一箭 正好射中胸口 他从床上掉了下来 大壮这才意识到不对 小帅打开柜子 看到急救兵复活了 这才长舒一口气 急救兵过来查看伤情 发现牛仔胸口有个大洞 拿出针管 给他打了抗生素 随后包扎好伤口 牛仔终于醒了过来 大壮也明白 他们根本不属于这里 是时候回去了 早上他为小帅跳了一支新疆舞 作为最后的告别仪式 随后两人走进柜子里 骏马一声思鸣后 两人摆好pose 小帅急忙关上柜子 再次打开时 他们就变成了玩具 如果你有这样神奇的柜子 最想复活什么呢 这个杀手正在拆快递 小心地打开盖子 发现是一盒玩具士兵 拿出一个看了看 发现没有危险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刚喝了口可乐 看到玩具盒 无缘无故地掉到地上 在屋里找了一圈 发现并没有人 回头再看玩具盒时 里面的士兵消失得无影无踪 突然窗帘动了一下 他走过去 发现没有任何异常 就在这时 桌子上的灯灭了 他俯下身子一看 电线不知道被谁剪断了 旁边的灯也不停地闪烁 他过去瞅了瞅 突然跳了起来 从脚上拔下个东西 仔细一看 这竟然是把军用刺刀 他趴下身子 想看看桌子下有什么 迎接他的是一顿机枪扫射 大壮还是一脸的蒙圈 把头探出去 想看个究竟 结果又是一顿猛烈输出 一枚火箭炮袭来 正好射中他的膝盖 身经百战的他一个驴打滚 躲到地板下面 然后翻了个身 快速向前爬去 躲到卫生间里 他拿了个凳子 坐了下来 悄悄打开门 拿出个反光镜一照 结果外面炮火非常猛烈 朝着家具家电一顿输出 想把他家给拆了 突然一枚炮弹袭来 打碎了镜子 吓得大壮赶紧关上门 当了这么多年的杀手 他还是第一次这么狼狈 从抽屉里拿了把枪 领着猛烈的炮火 快速走了出去 还要躲避炮弹的偷袭 愣是没占到一点便宜 他边站边退 来到吧台前 从酒柜里拿出一把机关枪 对着沙发就是一顿秃吐 他要开始反击了 男人拿着机关枪不停地扫射 沙发都变成了筛子 这还不解气 把沙发垫扔到地上 对着沙发又是一顿火力输出 随后把沙发翻了个底朝天 他定睛一看 窝了个乖乖 袭击自己的竟然是一群玩具士兵 他们相互搀扶着 把坦克扶正 然后向前开去 这时他们发现了敌人 准备再次战斗 大壮筐筐两脚把士兵踩碎 其他人趁此机会疯狂攻击 大壮连连后退 看他们要发射火箭炮 大壮举枪就射 把士兵打碎 就在这时 从桌子底下飞出三架直升飞机 一个盘旋来到大壮面前 上来就是几发导弹 紧接着用螺旋桨划破他的脸 仔细一看 飞机里有三个人 两个驾驶员 一个机枪手 大壮瞄准后干掉一架飞机 其他两架急忙射出炸弹 吓得大壮又逃到厕所里 先处理下伤口 只听轰的一声 大门被炸了个窟窿 紧接着飞机就钻了进来 大壮急忙用浴巾把飞机包了起来 高高举过头顶 用力一摔 还使劲踩了两脚 突然炸弹袭来 大壮拿起手枪射击 飞机见情况不对 一溜烟飞了出去 而地上的飞机还在不停地挣扎 他拿起浴巾 打开马桶盖 把飞机扔了进去 然后盖上盖子 还冲了下水 又用浴巾把门堵上 这时听到马桶里还有声音 他是彻底害怕了 拿起吹风机 打开开关 抓住电线 掀开马桶盖 把吹风机扔了进去 就冒出一阵白烟 他挪开浴巾一看 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士兵们正在发射大炮 瞬间门上就出现几个窟窿 要是落到身上那还得了 他急忙从窗户里逃了出去 男人从窗户里爬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站直了身子 慢慢向前走去 抓紧柱子 把腿迈了过去 一扭头 飞机发出导弹 射中了大壮的耳朵 他慢慢蹲下身子 抓住航梁 而士兵还不停地开枪射击 他举起手枪 打中了飞机 顿时冒出一阵火焰 飞机撞到墙上报废了 他跳到屋子里 偷偷向里一瞅 发现士兵还在严阵以待 看到旁边的鸭子 把他放到泳池里 吸引士兵的注意力 然后拿起灭火器 对着大炮一顿猛呲 其他士兵听到声音跑了过来 他顶着强大的火力 点燃打火机 喷出杀虫剂 用火不停地烧汽车 不一会儿就发生了爆炸 这时灭火器用完了 小人正准备战斗 一个箱子从天而降 这下玩具士兵都解决了 大壮把士兵排好 发现一个都没落下 这才把他们放到微波炉里 他想坐电梯溜走 突然里面传来声响 紧接着一阵火花闪过 电梯彻底黑了下来 一个玩具大兵从上面跳了下来 对大壮展开了疯狂的攻击 借着微弱的灯光 看见大兵逃了上去 大壮紧随起后 也爬了上去 没想到刚爬上来 就中了一颗导弹 士兵一步步走来 死死地盯着他 这时另一步电梯正在下降 大壮一翻身跳了上去 钻进了电梯里 而士兵从他鞋底跳了下来 爬到大壮胸口 举起匕首 疯狂地刺了下去 大壮一把将他打飞 然后按到地上 慢慢向电梯口靠近 这时电梯慢慢关上 大兵还想挣扎 结果却是徒劳 突然士兵身体里发出红光 下一秒就发生了爆炸 一只小手伸了出来 扶起垃圾桶 而这一幕恰好被女孩看到 突然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他 从黑暗中走出一个巨人 女孩彻底蒙了圈 急忙跑向屋里 盖上被子说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下一秒 一只大手伸了进来 一把攥住被子 将女孩抓走了 来到街上 把驴皮包包一放 用斗篷遮住身子 躲避路过的大卡车 看见行人 一转身 挡住路灯 隐藏在黑暗中 看见汽车来了 跳上两米长的大卡车 当作货物藏了起来 随后用力一跳越过马路 快速向前跑去 顿时刮起了十级大风 跨过高山和大海 用力一跳钻进白云里 不一会儿就来到巨人岛 女孩趁机跳到窗户上 一不小心打翻了佐料瓶 大壮把她扔到锅里 放到桌子上 然后磨了下大砍刀 切起了黄瓜 幸好她吃素 美美地吃了顿黄瓜后 拿起桌子上的苏打水 咕咚咕咚喝了起来 不过气泡是向下飘的 下一秒大壮喷出一股蓝色气体 还夹杂着几个闪光弹 她非常兴奋 这时石门开了 原来巨大的响声吵到了她 突然巨人闻到人类的气息 小美急忙钻到黄瓜里 巨人拿起黄瓜 刚想放到水巴里 小美爬了出来 大壮见此情形 抓住巨人胳膊 她说你只吃肉 怎么能吃水果呢 巨人临走时 还顺走了苏打水 随后给小美洗了个鸳鸯浴 把她拿到火炉旁烘干衣服 她想把小美送回去 可门口躺满了巨人 这个巨人想出门 可门口躺满了巨人 她小心地从一个巨人头上迈了过去 用木棍堵住她的鼻子 驴皮包包掉到地上 用棍子轻轻一挑就拿了过来 乌鸦呱呱叫个不停 赶紧捏住她的嘴巴 突然一只大手攥住了脚 把她拽了起来 其他巨人都被吵醒了 小美趁机跑到汽车里 回头一看 大壮被巨人攥到手中 用力扔了出去 还嗅起了鸡漏 大壮像沙包一样被扔来扔去 随后拿起卡车 向山上走去 准备来一场越野比赛 一边把大壮放到卡车上固定好 另一边的巨人双脚踩着卡车 像烽火轮一样 他们快速向下冲去 眼看越来越近 小美猛打方向盘 巨人双腿分开想避浪 结果 她就跟大帝来了个亲密接触 正在这时空中乌云密布 下起了瓢泼大雨 而巨人都非常怕水 有的打开了花指伞 有的拔起一棵大树 还有的蒙住头往山洞跑 大壮捡起包包 来到车前打开后 小美趁机酸了进去 不过她的毯子被巨人捡到 他们闻着气味来到大壮家 然后美人嗅了一下 在屋子里找起了小美 他们打坏大壮收集梦的罐子 无数梦境飞了出来 而小美不停地躲避巨人的袭击 眼看就要找到 她急忙跳进下水道里 这才躲过一劫 无数梦境被破坏 大壮也发了脾气 拿出一根烧火棍 对着巨人屁股就是一下 甚至还用水泼他们 这才把巨人们赶了出去 小美看到墙上女王的画像 想让女王对付这些巨人 于是大壮造了一个特殊的梦 里面放了九个巨人 他们喜欢吃小孩 还把大壮和小美夹了进去 放到罐子里 用自行车不停地搅拌 之后来到王宫 把大喇叭伸了进去 轻轻一吹 梦在屋里旋转一圈后 进入女王体内 她就做了一个噩梦 醒来后看到小美正站在窗户上 而大壮正站在花园里 一步步向皇宫走去 这个巨人弯下腰揍了进来 一抬头撞掉了 路易二十六的吊灯 几个仆人把小包包推了进来 他拎起包来到餐桌旁边 以屁股坐到凳子上 三个人都推不动他 其他人赶紧过去帮忙 这才向前推了一点 之后又扛来两把梯子 服务员端着盘子开始上菜了 叉子保健洛阳铲 成了吃饭的工具 用叉子插了三片面包 再涂上一点鸡蛋液 放到嘴里吃上一口 真是爽歪歪 随后服务员拿来一个茶壶 给巨人倒了杯咖啡 他伸出兰花纸 一口吞到肚子里 可下一秒 他又吐了出来 旁边的服务员可就倒了眉 随后他从包里掏出一瓶雪碧 给美人倒了一杯 仔细一看 气泡是往下走的 之后大家都喝了起来 突然他们脸上露出古怪的表情 然后就想起了交响乐 排出毒气后 果然神清气爽 他们出发前往巨人国 大壮在前面快速奔跑 直升飞机开足马力 才能勉强跟上 穿过一片白云后 来到了巨人岛 小美抱着瓶子 跑到巨人中间 想趁巨人熟睡之际吓吓他们 突然一个巨人闻到气味 醒了过来 轻轻捶了两拳 就地动山摇 他死死盯着女孩 小美趁机举起罐子 用力一扔把碎后 无数噩梦飞了出来 钻入巨人体内 醒来后 他们的表情都非常痛苦 巨人看到这里 想抓住小美 被大壮推开 他非常生气 抓起大壮 想给他一拳 不过被绳子缠住了胳膊 然后又缠住双脚 紧接着士兵跳了下来 用渔网把巨人捆在里面 然后掉到空中 不一会儿巨人就全军覆没了 飞机拉着巨人飞向大海深处 在一个小岛上放了他们 还好心地扔下无数黄瓜 还有一箱西瓜种子 龙形戒指竟然活了过来 刺溜以下钻到手背上 抱住小拇指 尾巴一甩缠了上去 随后收起翅膀 一动不动 男孩也是一脸的蒙圈 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手指动了两下 墙就晃动起来 手一甩 盒子掉到地上 又挥了两下拳头 木板凸了出来 紧接着用力一锤 木板裂开 从里面掉出一个套娃 他用三只手抱起来一看 上面还画着一个漂亮的大胡子 突然一阵绿光闪过 紧接着出现一道红线 男孩手一抖 套娃就掉到地上 随后从里面爬出无数蜜蜂 他们汇聚到一起 越来越多 竟然成了个人形 跟套娃上面的一模一样 他被封印了整整一千年 可上来就想找小帅的麻烦 伸出魔法棒 却被一拳锤到房顶上 原来是大壮来了 随后两人打了起来 大壮使出归原弃弓 大胡子用出三位真火 两人打得难解难分 小帅拿起套娃一看 图案变成个妹子 随后想逃出去 却被大胡子拦住去路 他让小帅交出套娃 可下一秒 大壮把他扑倒在地 随后把手伸到罐子里 他们变成沙子被封印起来 小帅打开门跑了出去 随手把套娃扔掉 这时老师跑了过来 他说屋里有两个魔法师 正在打架 和老师推门进去一看 里面非常整洁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他也是一脸的好奇 十年后 小帅成了屋里爱好者 没事的时候 就放出几个闪电玩玩 而罐子被一个收藏家得到 他不停地晃动起来 突然盖子打开 从里面冒出一股黑烟 盖子突然打开 从里面喷出一股黑色烟雾 随后慢慢汇聚到一起 竟然出现一个人 随后他抱起罐子 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罐子下降了五百米后 一股黑烟冒了出来 竟然又出来一个人 在落地的最后一刻 抓住了阳台 这才捡回一条命 大胡子找到小帅 让他交出套娃 可套娃早就被他扔掉了 于是转身就跑 大胡子看到桌上的杂志 便出几只恶狼 快速向小帅追去 幸好被门禁挡了一下 可这些根本难不住大胡子 小帅在地铁里跑着跑着 突然摔了一跤 回头望去 恶狼扑了过来 可下一秒 竟然变成了小奶狗 随后一只金翅大鹏落到地上 原来是大壮来了 瞬间把大胡子困住 在地铁来临的最后一刻 坐上大鹏鸟飞走了 大胡子也打破封印 捡回一条命 随后来到神秘屋前 用出魔法 回溯到十年前的场景 看见套娃被一个中国老太太捡走了 大壮他们也感应到套娃的位置 来到了唐人街 走进一间古董店 出来的正是当年的老太太 突然大壮一巴掌把他拍飞 原来这人是大胡子假扮的 而身后出现无数蝴蝶 随后形成一个帅小伙 他脱去外套 手一伸 无数飞针就悬浮到空中 紧接着向大壮射去 被他用皮夹克挡了下来 随后就是一掌 把小伙打飞 而大胡子被手串缠住脖子 没一会儿就被五花大网起来 套娃也被抢了过去 小帅见到小伙后 一脸苦笑 二话不说转身就跑 小伙低头一看 胸前的龙瞬间活了过来 一条五爪金龙竟然活了过来 旁边的龙头变成金色 张开了血盆大口 随后身子也不断变化 五龙的人也是一脸的蒙圈 脚瞬间变成了龙爪 下一秒就出现一条真龙 小帅急忙钻进楼里 可真龙紧追不放 幸好走廊比较狭小 真龙被卡住了 随后他从窗户里跑了出来 伸出左手 想召唤出魔法 可半天后一点反应都没有 小伙一低头 火龙转了一圈 真龙就冲了出来 向小帅咬去 小伙手一抬 真龙慢慢爬了上去 眼看离小帅越来越近 他摒弃杂念 戒指瞬间冒出一道金光 真龙就着起火来 挣扎两下后 一声嘶吼掉了下去 只剩下几个五龙的人 而大胡子劫持了小帅的女友 他迫不得已 把套娃和龙形戒指交了出去 随后他来到市中心 把套娃放到水池里 伸出魔法棒 套娃瞬间破碎 从里面钻出黑色液体 最后变成一个美女 他就是邪恶女巫莫甘娜 只见他伸出双手 念出咒语 瞬间射出一道火焰 朝着大楼上的雷达冲去 经过几次折射后 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五芒星阵 而大壮想干扰他施法 没想到被大胡子拦住了 有了龙界的加持 大壮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正在这时 小帅赶了过来 启动开关 敌到十万伏的高压电流 冲向大胡子 魔法棒被打飞 他也被大壮干掉了 而空中出现无数黑色烟雾 向远方飞去 他要复活亡灵大军 统治世界 关键时刻 小帅女友踹了雷达一脚 下一秒 火焰改变方向 五芒星大阵被毁 亡灵大军也消失了 莫干纳受到反噬 倒在地上没了动静 随后他的灵魂 从二翠体内跑了出来 原来这才是莫干纳的真身 随后喷出三昧真火 被小帅接了下来 可就算这样 他依旧不是莫干纳的对手 只有挨打个份 而地上的高压电线快速伸长 接到路灯上 下一秒 变压器启动 百万伏电流 瞬间冲向莫干纳 小帅也不遗余力地 放出能量光波 最后莫干纳变成沙子 随风消散了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